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 就是中共军方给中共高层开出的 如何来对付川普的他们的内部报告 根据这个吕奥的法学家袁洪斌 他近日呢有引述了中共体制内的良心人士的消息来源 就向这个媒体透露了 说为了应对美国的政治变化呢 中共中央军委还有联合参谋部 国防大学以及外交部等等是多个部门 又抽掉了这个有关国际政治 以及军事战略方面的这些都是顶级的专家 组成了一个应急的智库 来研究当前的时局以及中美关系 而这个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呢 就是这个应急智库的总召集人 那么在川普胜选以后呢 就是这个智库就提交了一份说 如何来应对川普内阁未来对中共政策的一份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呢就声称说 对川普执政的美国呢 必须要放弃一切幻想要准备斗争了 俄乌停战的难度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建议就是说 川普的和平方案一旦爆了光呢 那中方就要抓紧要去大力的宣传说 你看川普那个美国优先呢 其实就是不顾他国利益的一种极端自私的政策等等 要在世界范围之内掀起一波高潮 来分化美国和他的各种盟友之间的关系 削弱盟友对美国的信任 第三条就是说在外交上要尽快的缓和并且逐步的强化 从欧盟印度日本韩国澳洲还有包括东盟的经济和外交的关系 目的是啥呢 孤立川普或者说放大川普的那个孤立主义 第四条就要求说统战部外交部要在国防部的配合之下 继续的加强对哈马斯真主党等等这些中东那些叫做抵抗之湖的秘密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力度 用来干啥就是要破坏对抗川普的中东的战略 第五条就比较重要直接涉及到了要攻打台湾的问题 他们的建议是这样的 就是说必须要确立在2027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战略方针 要搁置过去说先对台湾实施什么封锁作战 或者是占领外岛等等这种作战方案全部都要抛弃 然后呢要全力准备以短促猛烈的突击的方式 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就迅速的完成台海的作战方案 而且要最大限度的压缩美国对台海做出反应所必须的时间与空间 而且这份报告呢就提到说 尽管美国日本都具备现代化这种监控的手段 但是呢只要通过精心的伪装 仍然是有可能达成就是入侵台海战役动作的一种突然性的 第六条就更关键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马斯克 他们提议呢要把加强同马斯克及马斯克的母亲的经济和情感联系 作为下一阶段的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 干啥呢 以便是说在关键的时间节点 比如说就是这个台海战争爆发的时候 要通过马斯克去向川普去传递如下的信息 就是如果说美国要直接的介入台海战争 那么美国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果说美国实质上是保持一个中立 那么美国就可以获得极其丰厚的回报 当然以上这六条我们看到 它其实只是这个智库给最高层所提出来的建议 中共最高层究竟能够采纳多少呢 还是得打上一个问号 那么这份报告的真实性 我们严格的说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查证的 但是呢就它的这六条内容看啊 我个人觉得基本上都是合理的 因为呢你会看到所有讲的这几条都和此前 我们从其他各个渠道所获得的相关的信息呢 大体上是相匹配的 是相一致的 而且呢这几条建议里面有那么两条 也和我们此前多次和大家对中共的战略的分析是一致的 比如说我们此前提到过是吧 说中共一定会加强支持普京和伊朗的力度 它要就是希望让这个中东战争和俄乌战争 这两场战争继续的打下去 目的是啊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拖入美国 分散美国的精力 消耗美国的资源 还有呢就是说 如果说中共它真的要在台海开战 我们此前也和大家有分析过 它一定不会去先打什么金门等等这些离岛 它一定会上来就直接的猛攻台湾的本岛等等 这些都是你会看到和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至于说刚才提到说 大家都非常关注 现在堪称是川普的超级国师的马斯克呢 中共其实把它作为一个超级重点的统战对象 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呢我才觉得说 中共它这么的看重马斯克 它不会说因为一些小问题 立马就去触弄马斯克 就去对它那个工厂去动手等等是吧 中共它一定是只会在最重要的 最有经济价值或者是政治价值的这种博弈之中 比如说要针对台海动手了 只有在这种大事上 它才有可能真的去对马斯克去下手的 当然反过来说 马斯克究竟是否会上套呢 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再来和大家做一个系统 详细的分析 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在这和大家来进行啰嗦了 到最后呢再和大家来更新一个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我们在做直播之前刚才看到的 在今天下午呢 普京本人是向俄罗斯的全国发表了一番临时的直播讲话 他就特别针对着这枚导弹 他就做了一番说明 他就声称说是俄军对地列波罗士的导弹打击 使用了最新式的中程武器系统之一 名字叫做无核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就是没有核弹头的高超音速的弹道导弹 就这个意思 那么普京他就声称说 这是为了报复乌克兰 使用远程导弹来袭击俄罗斯 同时呢也是对新型导弹 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测试的一种尝试 就是我们看到虽然普京他证实了说 这并不是我们过去所认识的那个洲际导弹 但是其实中程弹导导弹 一样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这个才是重点是吧 刚才我们才刚才有分析了 说射程的远近你是中程还是远程 它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款导弹 它明显采用了那种分弹头的技术 它就是在发出一种核威胁 好的我们下面就和大家先反馈一下 就是昨天的民调的结果 我们昨天和大家做了一个民调 就说这个川普他是不是会接受 普京开出的这个停战条件 有超过2400多人 接近2500位朋友参与了这个民调 16%的朋友选择1 就认为说川普会接受普京的这个条件 84%还是基本上占这个绝大多数吧 这个都选择2就认为说川普是不会接受的 好的我们下面就回应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问题的根本在欧洲 一边和大俄做生意输送几百亿 一边让美国来出钱出力 几头占便宜 恶心川普令欧洲的小人嘴脸暴露不易 当然这个朋友看起来可能对欧洲是特别不满的吧 这个语言都比较锋利 但是我觉得就是客观的时候 我觉得这朋友其实说的是一个客观事实 因为的确是这样的 欧洲到现在都还在进口使用俄罗斯的能源 讲天然气等等 所以前段时间不是这个川普刚刚当选以后 那个就是欧盟主席冯德莱那位女性是吧 他不是才出来说吗 他说我们以后要考虑我们要买美国的天然气 美国天然气是更便宜的 那其实而且呢就是可以还不用依赖这个俄罗斯等等 就是让你会觉得非常奇怪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就是你这边呢就是恰恰就是因为欧洲对 这个就是普京对俄罗斯有了这种能源系统的依赖 才导致他们在援助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一直都是是吧 就是加手加脚的挤压膏式的 那么拜登这边呢 他应当是处于其他的一些考量 比如说他担心这个战争会升级 甚至引发核战争等等是吧 他这个判断准不准 我们现在不去做详细的讨论 但是至少在我看起来 拜登他的确是比较担心这个事情 就他就比较容易上这个普京那个当 普京只要每一次一搞核讹诈 那么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力度 就会被往下压一压 他实质上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现象 是吧 下面还有这位朋友呢 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比较就是客观 他这么说 他川普有可能私下里鼓励乌克兰发展核武器 但是不会直接提供核武器给乌克兰 对的 对的 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是和大家说了 是吧 就是美国他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过 他不太可能说自己私下里直接把现成的核武器 提供给乌克兰 但是真的就不排除说 他可能就睁之眼闭之眼 对吧 就当乌克兰 其实乌克兰完全有实力 自己来研发他自己的核武器 那只需要美国这边说睁之眼闭之眼 那乌克兰他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他可能真的会重新拥有核武器 他本来就是有核国 后来是为了说兑现一个核弹换和平这么一个协议 自己放弃了 这个放弃以后 这个核弹没了 安全也没了 就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 大体上是这样子 所以这位朋友这个观点 我觉得是说的是比较客观的 我个人是比较赞同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分享观点 也给我们这个留言 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